武俠小说也听过 打通任督二蜜通大小周天 讲的就是蜜蜜 如果你去看月位图 你会发觉最多月位的地方 就在我们的脊椎上面 而在西藏和印度 就叫做中蜜 其实就是贯穿我们身体 这一条能量的管道 好像一个大的发电厂那样 供应能量给我们的器官 如何供应下去呢 就是透过经浪 所以你可以理解 乘地铁、港岛线、观塘线、传湾线 就是经浪系统 比如旺角站、金钟站、观塘站 就是月位 但是整个港铁系统就是蜜蜜系统 有人比如分了手 或者家里有家人 或者无小孩离世 他很伤心、很难过 隔着一段时间 他会发觉自己 心里好像很不舒服、很坏 好像有东西宅住 头部好像很不顺 他去看心脏专科医生 查看心电图出来 是没有事的 但他明明是感到不舒服 这个其实说的是 背后的能量系统 你的心灵锁住了 就是悲伤、失望、难过 而我们这一世人总是经历过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会在你的身体里 产生的能量因机 你想像一下一个人 住在一间屋里 四、五十年了 厨房那条渠是否有机会会失 尤其用了这么多年 这么多的菜、油脂 滲了下去之后 你会发觉 他去水是去得慢了 甚至可能有一股意味 其实这家屋没问题 你可以继续煮的 你可以不理他 也可以 如果那条渠通干净之后 水去得快点 那条渠没那么臭 你会住得开心点 同样 你麦伦就是你贯穿 身体的一条管道 你通了它 你人想的东西会快点 他人会轻松点 心情会好点 制愈会好点 你越多麦伦塞 你的频率是会越低的 频率其实就是在说吸引力法则 是不是我想那件事一定会发生呢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吸引力法则 其实是改了一个花巧一点的新名出来 但其实它是宇宙间的十二法则之一 叫做镜子法则 在一个山谷里 你叫什么出去就听到什么 你在一个宇宙之间 你传出去的频率是什么 你就会收回什么 举例如果我的频率是悲伤的话 我就传出一个悲伤的频率 宇宙只会以悲伤的人事物 这种场景给我不断地在悲伤里面 有些人他的频率是愤怒的 其他人对于那些东西 他觉得好小事 他不生气也好 但对这个人来说 他就很生气的 任何事事无大小都可以激怒他 而这个生气不是一时半 他是一直生气的 他的频率是受你有多少个 塞了的默论影响 叫做黑暗默论 如果你的人在香港的话 你可以就这样上来 我们免费地查一下默论 记住查的时候 先洗一对手 然后大力地拼一对手 让能量可以流动 你把左手放在机上 他会查到的是一些数值 数值会告诉你 你现在的默论 还有多少有限空间 好像电脑的硬线 它只剩下多少 disk space 这个是完全免费的 当你看到 譬如你太阳轮剩下20 心轮剩下30 它代表的是 静低的有限空间 不代表你这个默论是塞了的 因为你想想一下 一个人 一世人生了很多年暗瘡 但到他痊愈的时候 可以一粒暗瘡引 一个暗瘡都没有 但有些人可以一世没生过暗瘡 但一生之后就有印和有孔了 我们人生经历了这么多 不是每一件事都会塞到我们的默论 但有些事始终会塞 那为什么我说亚洲人的默论 特别容易塞 我们习惯了 压抑我们的情绪 比如在长辈面前 我们未必够敢 把我们的真实想法告诉他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你薄罪 没有礼貌 一言九鼎 工作的场合你都不方便 直接跟你老板说 你不同意他的看法 因为你可能会怕 工作没了 但这些压抑就像你有红酒 或者有血滴在衣服上 你如果不立即去处理 或者尽快处理的话 他就会越吃越深 所以我们人生里面发生的事 同样都是这样的 当下发生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我不方便处理 但你越来越不处理 他就会越吃越深 你的默论就越来越失 查了分数之后 你想知道有多少个是塞的话 那就要找我去帮你连结你的高我 去问你的高我有多少个塞 如果你整整都没冲过凉的话 会有臭 油塌塌 是很正常的 总之你under七个的话 我都会查一下 那你真的有哪几个不黑呢 当你了解了 哪些是黑暗默论 哪些不是的时候 你就容易处理很多 分数高低 本身是neutral的 如果他是黑暗默论 你可以理解就是说 有几十人在你门口 到底他是你朋友 来送礼物给你 跟你庆祝生日 请你吃饭 还是他其实是仇人 想伤害你追债 那你就要看他是什么性质 所以当你看到那个默论很高分 或者很低分 你首先要知道他到底是有没有塞 如果他塞了的话 其实那些就是敌君 他是想土债的 他不是对你友善的 默论塞了 你可以清可以不清 正如我结婚 我可以不找化妆师自己化 穿一条很普通的白色裙 法律没说不行的 但是我为什么会找化妆师 然后我会买一件很漂亮的婚纱 就是因为我想更好 我想在我的大日子里面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这个我人生我只会一次 你清不清默论 就视乎你想不想过得更好 而我们大部分的客人清完之后 都是觉得开心了很多 以前腦里面有很多东西 自己想不通很糾结的 会突然之间决然开朗了 那个人觉得轻了很多 身体功能好了 因为你的默论也在供应能量给你的身体 默论塞了的话 那个能量的供应一定会很微弱 甚至是很不稳定 举例它是有湿疹的话 它未必会是天天都发湿疹的 但是在它特别不开心 特别大压力 特别多事情发生的时候 它会发得特别劲 现代医学以外 它会有些东西 未必医学完全解释得到 反复性来自于背后这个能量系统 就是你的默论的供应 你查了个分组 你还想知道自己的频率 即是你现在的现实状态是怎样 还有你有多少个塞了的默论 牵涉高恶的东西 都是180元一个 所以如果你要查频率 还有多少个塞了的话 剩下360元 首先就是给自己有一个星期或以上的时间 给自己静一点 就是不要说 哎呀我还要天天出去喝酒 有很多饭局 要出去玩 不断地煮剧 打机 我们会希望你这个星期 是尽量给自己静下来的 尽量争取独处的时间 我们会请你每天上来 15分钟给我的同事 去帮你做五元素的清理 我们说会有不同的鼠尾槽 阴差 正化喷漠 纵缝 帮你在能量层面 气场 默论 身体上去做个清理 这个所谓的七日 是不是只限于七日 不是的 你忠祠一生 你可以天天上来都可以的 如果你担心 但是我怕会不会有一天我移民 或者你移民 其实我和我的高额 是达成了一个协议 透过我做清理的客人 你的高额 我的高额 会持续不断地帮你做清理 做到我断气为止 你上来做个五元素 物理的清理 是一个bonus 你可以和我的同事说 我今天的颈子不舒服 你可不可以帮我集中清这儿 或者我的胃最近好像不是那么好 你可不可以帮我清一下太阳轮 我们很乐意地做 不论你在海外还是香港 一样可以清掉麦伦 因为连结你的高额 它是说这个宇宙最高维度的 你自己任何的东西牵涉到高额 譬如做能量传输 麦伦清理 或者连结高额 去问问题也好 是没有空间距离的差别 有一些是必须要现场的 譬如做十四经浪平衡 我们需要按你的 去感受你的肌肉的强度 力量的分别 声音治疗牵涉到震频 给你的身体去吸收 不论是灵气其他认识的能量 传输清麦能连结高额 都是不需要你一定的演唱 费用方面 连起所有的假餐 大概是一万多元 用回当日食环署的高官 讲关于袁水那件事 随寻一世很少钱 你是不是一定要清 不是 是不是我不清都可以继续生活 是 在乎的是你想不想 如下的日子过得这么好